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这几节课学习法藏比丘 他在阴地向他的老师发愿 我们上一次讲到了 智慧广大 深如海 内心清净 绝尘老 所以师长在讲解当中 多次提到清净心的重要 一切行门以静心为要 心尽佛土尽 我们要往生净土 心地要越来越清净 所谓身则决定身 这个决定身就是频率已经接上去了 所以心尽心感净土 我们这个理知道了 世上要放下染灼 放下瘫灼 有求就会有烦恼 连 好像是白居易先生写的吧 人生解知足 烦恼一时处 不贪 知足常乐 什么都好 这个心就越来越清净 可以随避避 那这个要自己检查了 有没有越来越放得下 心有没有越来越清净 接着经文讲到了 超过无边恶趣门 数到菩提就静安 一般我们看到恶趣 六道轮回 师长这里讲到了一个佛门的经句 叫生死疲劳 这个在八大人绝经当中 有说到了 多欲为苦 欲望很多 欲世深渊 陷下去 拔不出来了 所以生死疲劳 我们在这个五死劫的长河当中 投出头目 死死生生 在六道里面轮转 无有出奇 生死疲劳 师长讲到了 在六道轮回 搞烦了 不想再搞了 大家看到这个生死疲劳四个字 有没有这种感觉 还是觉得 好像还有点乐趣 还有点留恋 那个韩剧还是蛮好看的 这些东西还是蛮好玩 不玩 手还有点痒痒的 这都属于 轮回中的事情 你一有贪恋 可能这个贪恋就把我们拉去轮回了 说婆有一爱之不清 临终被此爱所牵 所以 诸苦皆从贪欲起 这个贪欲要放得下来 所以八大人就已经这个讲得很精壁 多欲为苦 生死疲劳 从贪欲起 少欲无为 少欲知足 身心自在 自在随缘 念佛 我们现在觉得身心自不自在 师父领境门 修行靠我们个人 有不自在 一定有得失心 有贪着在里面 讲到这里 也很惭愧 陈德在2009 02年 到澳洲金钟学院学习 当时我们有一个晚宴 还颁奖 第一奖 是一个爱字这么大 老儿上亲自颁的 第一奖 好几个奖项吧 我得了第二奖 我还没学佛以前 好像抽奖都没我的事 学了佛以后运气有一点转了 第二奖抽到我了 就是老和尚 写这几句话的末宝 多欲为谷 生死疲劳 从贪欲起 老和尚 这个不是很大 就这样而已 这佛菩萨在点化我了 被我抽到了 佛菩萨 对每一个人的加持 都是平等 有时候会借一个抽奖 来点化自己 我们能恭敬 相信的心 就能察觉到 佛菩萨在加持自己 提醒自己 当然心要静下来 能感受到了 我们有同修 还有什么疑难杂症 比方说老和尚的讲记 他就很诚心念念佛 然后恭恭敬敬 翻一页 一翻 看看那一页的内容 就指导他的问题 自诚感通 这种方式 成德用过 当时候 弘一大师的墨宝 有做成书签 四十章 我的学生三十五个人 我就让他们每个人抽一张 我说你们要很虔诚抽 就会抽到指导你们的教诲 他们一抽 好准 跟现在的人互动 要多一点乐趣 因为他们生活的太苦闷了 你用这种抽的方式 他觉得挺有趣的 我记得当时我在如江 我就写那小册子 后面呢 写一段法语 让他们来抽 抽的让他们 都挺怕我的 怎么这么准啊 其中有一个 已经很多人说 哎呀他怎么 到处 讲是是非非 而且还是个男重 刚好啊 每个人都抽一本 叫他抽到什么 学到之人 无剪爪之霞 安有时间 说闲话 抽完之后啊 他乖了好一阵子啊 后来一个部门的负责人啊 我们在抽的时候呢 他出去办事了 后来回来啊 一进办公室 刚好他太太 也在我们单位服务们 一进门 他就跟他太太说 烦了烦了烦死了 可能出去办事不是很顺利 他太太说先不要烦 先去抽一本 小册子 他去抽了 结果就抽到 我就写到了 做大事者不可烦 凡必乱 当然这个完全都是佛菩萨加持 真的是有感有应 更何况 佛菩萨是法界身呢 无处不在 入一切众生心想中 我们要感应道交啊 就要自己的真诚恭敬心啊 所以修行的人不要说 哎呀好孤独啊 小心晚上人家敲你的 旁边那么多佛菩萨还有护法神 每天帮你张罗那么多事情 你还说好孤独 那树道菩萨究竟案了 那这个究竟就是如来的果地了 所以这两句呢 合在一起看了 师长强调了 这个超过无边恶趣门呢 那是指九法界了 等觉菩萨 还有一瓶身相无名 没有破镜 那还算恶趣了 所以这两句啊 也是齐勉我们 这些是发愿文 我们随稳入观 我们自己也要 树道菩提就进来 我们从事教化 身教是基础 没有身教 你讲的话人家不相信 所以今天我们修学 都没有进步 甚至还产生新的执着 你说别人会听我们讲的话吗 不可能的 阿弥陀佛为什么让我们敬佩 高才勇者 与世超义 信解铭记 西皆第一 包含 发的愿 我立誓愿 都不胜无数诸佛 活着 宁可得佛 他的身教让人 佩服啊 所以我们要 劝人家念佛 我们自己念佛 功夫要得力啊 讲话就很有色受力 说服力啊 接下来讲到了 无名贪嗔皆勇无 过境过无三昧利 那是 无名是妄想 贪嗔痴是见识烦恼 其实无名贪嗔 就包含了一切妄想分别执着 都要把它去掉啊 靠什么 三魅力啊 那要靠念佛三魅 因为念佛三魅 三魅中王啊 前一阵子 跟 同兄们刚好讲到 静夜导 这部书啊 很精辟哦 他汇集黄念祖老居士的教 比方 谈到法门书胜 针对六个角度啊 谈净土法门的书胜 一般学习下来啊 一般学习下来啊 信心大增 真性了 愿就会窃了 从 这个法门稳当 再容易 辅射 辅度 又按和到庙 又顿 又圆融 顿就是很快速啊 好 我们看 这个 寅科法师三天呢 就把阿弥陀佛念来 这个修学的快速 这个其他法门 很难比得上啊 而且还圆融啊 比方说我们念这一句佛啊 非常圆融啊 六字统色万法 而一极一切啊 我们用这一句万德鸿鸣啊 可以灭除一切妄想分别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啊 不用借其他的方法 所以这里 提到了 王朗说的念佛三昧 称为宝王三昧 你看宝 宗之王 王宗之宝 所以宝跟王两个字啊 本身就说明问题了 王是高出一切了 宝呢 又是最可贵的 所以这样的三昧啊 叫宝王三昧 那 有很多的三昧 有的三昧消贪 有的消三昧消嗔 你看 无名贪嗔皆有无啊 有的三昧消吃 有的三昧消过去业 有的三昧消现在业 有的三昧能消未来的业 只有念佛三昧消一切 所以叫宝王三昧 三昧中王啊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一句 经文 无名贪嗔皆有无 过境过无三昧利 我们做得到啊 只要我们老实念佛啊 能万德鸿鸣 能灭重罪啊 果能一向专念 这一句不能漏掉啊 不是你 这个 想到才念啊 要一向专念 自然构障消除 不但道心纯属 且可福慧增长 那三昧就是清净心的 能够老实念的 妄想就越来越少 心就越来越亲近了 妄想千般 皆不管 一身佛号要分明 真的一身佛号分明了 自念自听了 念得清楚 耳朵也专注听得清楚 就能射住 六根了 眼睛不会再乱看了 耳朵了 也不会去听外面的声音了 也就专注听自己念的佛号声了 这个心就能安住在佛号中呢 接着 一如过去 无量佛 唯比群生大导师啊 这句话里面有气概啊 尊重己灵啊 过去有那么多佛 他们都成佛了 我也要成佛啊 蔡庚坦有一句话说道 装身于千古圣贤之列啊 装身于诸佛如来之列 这句是我加的啦 装身于千古圣贤之列啊 不愿为随波逐浪之人啊 随波逐浪就是干轮回事啊 要有气概啊 不能糟蹋自己的佛性 尊重己灵 一如过去无量佛 唯比群生大导师啊 像佛一样 做群生的大导师啊 帮助众生 转恶为善 转迷为物 转凡成圣 师长这里讲呢 这个导师叫个大字啊 哇 那是要 教化一切众生 在一生当中往生不退成佛 这真实的大导师 这一句我们能不能做啊 无量寿星第47品后面说的 如是妙法性听门 阴长念佛而生息 受此广度生死流 你把这个法门供养给他人 让别人也修了 佛说此人真善有啊 我们是可以透过这个法门 帮助他人当身成就 当身做佛 所以大慈菩萨也劝勉我们啊 我得把大慈菩萨请出来 不然大家都觉得我在逼你们 大慈菩萨说的 劝一人念佛 比自己念佛功德大 劝百人千人念佛 就是真菩萨 劝万人念佛 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啊 都劝勉我们 都劝勉我们 我以前在商业界啊 当过top sales 虽然这是世间的 习气能力啊 把它用对地方 这个 当介绍 要做 念佛法门的top sales 这件事还是挺有意义的 当然不能赶业机 有这个赶业机的心态就不对了 什么事情都要 水到渠成 瓜属地落 不能攀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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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天居老去世有跟我们讲过 万物皆从成熟得啊 熟果不摇 翻字落 那个水果成熟了 你不用摇它 摇半天 摇下来都酸的 是吧 熟果不摇 它自己掉下来 它成熟的就掉下来 比方说鸟 比方说鸟 深情 谁患 雀精飞 你在那鸟 在那躲好 你在那欣赏就好了 你还喊来来来过来 全部飞走了 道法自然还是很重要的 当然我们 在 学习老上经教 有一句啊 我们已经重复 听到几次了 后面还会有啊 心同阿弥陀佛 愿同阿弥陀佛 愿要同啊 我们这个介绍 极乐世界给一切众生 跟十方诸佛的愿都一样的 十方诸佛现在也都在介绍 众生求生净土啊 十方诸佛同战 千金万论共子 保王三昧 不可思议为妙法门 心同佛 愿同佛 解同佛 那我们的见解 都依照《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变成人生的剧本 不知道大家 从《无量寿经》当中 挑了一些句子出来没有 有没有贴在电冰箱上面 我们今年的目标 好好落实几句《无量寿经》的教诲 我给大家 挑一句 《善妇口业不及他过》 不然功德都从嘴巴流流掉了 还有 《八的愿大》 挑战既有 《压妇》 所以这个师长 讲到未必群生大导师 尤其是帮助五着恶事的众生 老归极乐 这么着恶的时间 你还能把他救出来去成佛 那真的是功德无量 接着经文讲了 能就一切诸世间 生老病死 众无脑 师长这里讲 菩萨若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他的无明烦恼很难断境 所以菩萨也求生 包含菩萨菩萨 菩萨当中最高的 菩萨不修普贤行 不能圆成佛道 而普贤十愿什么时候圆满 老归极乐世界才圆满 我既往生归国已 现前成就此大愿 所以连菩萨菩萨都求生之后 才圆满他的大愿 所以师长这里点出来了 连菩萨若不求生净土 也很难把 无明烦恼断境 所以这个修学环境 太殊胜了 而且这个法门一行 六字鸿鸣就能够普度 三根五皮 能救一切诸世间 生老病死 重苦恼 师长这里有讲到 苦恼包括生老病死 愿正会爱别离 求不得五应赐胜 这是八苦 他的根源就是妄想执着 这句很重要 就跟中医治病一样 你要把病治好 要把病根拔除 不然后面还会有状况 妄想执着是根源 念佛三昧 清静心 就能把这个病根拔除 病根拔掉了 这些苦恼的事 自然就没有了 这是真正治根的方法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六字统色万法 这每一句经文 要怎么做到 老实念佛啊 我们把这个生老病死 重苦恼的病根 都把它拔掉 那接下来 具体指导啊 生活的行为呢 我们怎么修佛道啊 这无杀万恨 六度万恨 常行布施 即戒人 精进定会 六般若 常是永远没有间断 这个常治呢 这个常治呢 就是儒家常提醒我们的 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 所以我们的心 都要跟六度 土贤十愿 相应 好 这个故事啊 就是舍啊 尤其 师长跟我们说过了 把十六个字放下 到了佛的门口啊 佛门的门口啊 还没进去啊 找对 找对门路了 没走 没走错了 这十六个字没有放下 会走错路的 不得其门而路了 自私自利 明文立养 无欲六成 贪嗔之慢 哇 这十六个字 我们得下真功夫了 而且下什么功夫 斩草除根 其实呢 斩草除根呢 情贼先情王啊 这十六个字的根是什么 自私自利 我执 我们能真正 于诸众生 视若自己啊 念念为一切众生着想 这十六个字就 比较容易放下来 师长很慈悲啊 你看他老人家 讲经很柔软 为什么放不下 色问啊 我们生活太苦了 得到太难了 很难得到 教你舍当然也难了 我看这一段话讲 一定很多人觉得很安慰 对啊 我小时候多辛苦 这个这么一讲 大家觉得哎呀 这个老儿上太理解我了 那师长也讲到了 这个多读颂 大臣经典 因为道理明白了 因果清楚了 自自然然就肯舍了 自自然然就肯放下 所以我们不要常常看到 亲戚朋友 就在那 哎呀 你怎么这么舍不得啊 都批评人家 舍不下 你要自己表演 越舍越得 给他看吧 再来要铺垫 让他多有熏息的机会 理得 心才会安 况且 众生他现在放不下这果 一定有他的音的 曾经 我听 一个朋友 他说了 他有一个经纪 好会吃啊 没事吃得亮 他看了都很 吃惊啊 你看这个果相 就会很难接受了 后来去了解 他曾经在 那个 五零年代 六零年代 差点就饿死了 你看他 他那一段时间 留在心里面的印象深不深了 太深了 所以他吃东西不吃到八九分 就没有安全感 所以我们常常要理解众生 这一点很重要 这是树高 余诸众生 视若自己 落实处就是 己所不欲物是一人 设身处地 将心比心 那我们就是用真心在对待别人 中树为道不远 中树跟道 道就是真心 很相应的 我们从事教学工作 遇到很多孩子 行为比较偏颇 但是只要我们去了解他的原因 我们 不只不会生惩恨心 还会生怜悯心 你看为什么同一个境界 我们的心态会不一样 一个是太着相 一个是去把原因找出来 其实这个道理啊 夫妻之间也是要这样去观察 哎呀 我看钱这么轻 为什么我另一半看钱看那么重啊 这个念头不对 物以几只常盖人 物以几只善行人 不要去要求别人 要去理解别人 因为你们成长的背景不一样 就像成德 从小就没缺过钱 当然看钱就不会太重了 你假如被钱逼到两天没吃饭了 那不一样的啦 那除非他后来明理了 他慢慢能把这些执着放下来 当然大家也要多准备一些真实的故事 越诗越多 前几天跟大家谈 一个电影明星 他那都是真实的故事 他一天应酬 上半夜陪到下半夜 最后回家都是吃早餐 吃完才睡觉 哎呀 那种日子我过三天 我就送医院去了 他们能够几年啊 多苦啊 到最后眼睛都清光颜 医生说你可能会瞎掉眼 他还跟他女朋友 说我们分手吧 我可能会瞎了眼 他那女朋友很有情意啊 你瞎了我都要嫁给你 结果他遇到这么惨的状况 才把人家送他老和尚的书拿起来看 以前都不看了 以前脑子里就想着赶快能拍一个片子 是吧 我马上能红起来多好啊 结果他就开始一点点布施 就真的财富越积越多了 他很感应 每一次一布施马上片约就来了 女士不爽啊 哇他就坚信不已了 这些真实故事都可以讲给他听呢 讲给亲戚朋友听呢 那师长呢 谈到这两句经文 谈的是六度 来给我们做开解 师长都是抓住一些机会 把最重要的修行纲领啊 这个也算是掰开了 揉碎了 来指导我们 讲到持戒 这个戒啊 不能只想的只是五戒 十戒 这个戒呢 广义的说啊 就是守法 甚至于呢 风俗 习惯 道德观念 都要有义务来遵守 这样才能维系 这个社会的安定 繁荣 所以孔子也是知道 入境要问书 佛门凡王菩萨戒经里面强调的 不放国主 不做国贼 阴落戒经讲的 不犯国志 不落国税 这个教会很重要啊 我们佛弟子 不守法的话 你说 政府单位也好 社会大众 怎么看呢 师长都曾经回答过 不止一次 有还臣 落府 聚了一堆人 也没有 申请 这犯法了 我还看过短视频啊 没有路灯啊 一排人 走在乡间小道上 然后就在那念佛 还放着老法师念佛的声音啊 大家注意哦 乡间小道啊 突然有人骑摩托车过来啊 远远一看 你不把他吓到啦 拍一拍人家远远看 又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像我们小时候 还看过那个僵尸片啊 远远一看 到时候吓得 从机车上面摔下来 怎么办啊 不要做那个 让人家没有办法理解的行为啊 你说我们这个修行的人 执着起来 如露无人之境啊 都不会去考虑别人的感受啦 别人怎么看啊 我看到那个短视频的时候啊 人家旁边那个骑摩托车的人 远远一看停下来 这是不是邪教啊 人家对话里面就这么讲啊 哎呀 这是阿弥陀佛啊 这个手法很重要啊 包含手法不能练才啊 打着都是老和尚的学生来练才 那真的那个后坏佛门形象 老和尚形象 这个罪过太重了 宏子为什么可以回到 祝国啊 这些历史都给我们很重要的人生启示呢 因为他的学生染球 他的学生贡献太大了 齐国入侵 齐国那么大一个国家 居然他们打胜仗了 这功劳太大了 国家领导问 哇你们打仗跟谁学的 染球他们说跟孔老夫子学的 就把孔子迎回李伯了 师长的一代实教 能不能对我们的国家民主乃是世界 当前跟未来做更大的贡献 现在要靠我们弟子了 师智为己智 我们都不知道他老人家的教诲 还犯法 那不是折损他老人家的威望和教诲 我们在各行各业 落实他老人家的教导 哇上面的人一看 这些贡献最大的都是老和尚的学生 还是全世界的人 人家一肯定的这些 各行各业的榜样 一看老和尚的学生 我们台湾有一个卖菜的 女士啊 好像叫陈述局吧 他卖菜为什么被人家这么关注啊 好像美国哪一个杂志专门报导 做慈善事业的人啊 他居然排在前面列出来啊 人家一看那卖菜能够捐多少钱 他好像捐一千多万 然后呢人家去访问他 他写道 我每一次工作完回家 最享受的就是听进攻楼上讲经啊 那报纸上报出来了 他这个消息一出来啊 台湾小额捐款 快速增加 因为很多行业的人一看 我赚的都比卖菜的多 你看人家还捐那么多 被他感动了 所以 真的 看到这个手法 真的值得我们 深思啊 总结总结 我们走过来的路啊 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啊 正是我们没有啊 要更做表率啊 更劝导一些太执着的人 人一执着起来 真的是 会入无人之境啊 你看像注念 那个执着性一起来了 我一定注念到他 往生 然后呢 人家家里的人要送点水来 送点吃的来 不要不要都不要了 一心念佛求生净福 你也要看看 这个 当事人到底是不是临终的状况啊 很可能他还要十天以后了 你就把他当临终 这样子 连吃都不给他吃了 到时候他整个力量都没了 那执着性一起来就不行了 其实啊 我们不说别人 我们去关照自己执着性起来的时候啊 能不能体会到别人的感受啊 你去注念谁最重要啊 你注念的这个对象最重要 你随时要体察得到他的状态啊 而不是你要达到什么目的啊 以服务为目的 那你要服务你要应他的机啊 我们不能 我为他好啊 你为他好 你变成 爱你没商量 那种强势就上来了 你就体恤不到他的状态了 柔和直直 设身的 直直是真诚 真诚的人都能去感受到对方的心啊 好 第三呢 忍入 使长这里有讲了 一切法得成于忍 秦刚轻这一句话 我们马上反观回来 我现在有哪些事 不管是家里的 还是 团体的 事业上的 不顺啊 可能呢 忍入的功夫下都不够了 你比方忍得一时之气 免得百日之忧啊 有时候在 亲人之间 同事之间 你一个情绪压不住了 啪 骂人的话出去了 你看好不好 说死了 那出去之后 四马难追了 到时候还得去原厂啊 还给人家道歉了 种种呢 本来想去成就事 结果反而把事越搞 越复杂了 所以 一个人的成就啊 跟忍耐成正比 那黄天老有教我们六忍 大家练得如何 有没有哪一个同学 最近练得颇有心得 可以给我们现身说法一下 一切随缘 不能直走 你看六忍里面有凡人 反 反观 观自在菩萨 观我的自性在不在 你一有情绪上来了 自性不在了 情绪做主了 所以要观心为药 你包含有机会 跟人家一起研讨 佛法 你那言语 不要迁退 不要言语一起来 好像就你学得最好 那个口气就是 要教别人的口气了 这个都要观照得到啊 不脏人短 不炫己长 包含这个词人 观照自己的心念 有没有在替别人作想 这个是把十六个字 从根上斩除掉啊 如斩独树 直断其根 把这个我直啊 砍掉 接着呢 精进 师长还延伸到啊 不只是学佛啊 包含 世间的 事业 你学东西 要针对你的科系 一门精进 在本业当中 精进 好多 掉以轻心了 跨行 最后失败的例子不少 他可能也是掉以轻心了 要不就把另一个行业看轻了 要不就是自己 在其中一个行业很有成就 有点傲慢起来 真的是祸福相宜啊 一个人事业很成功的时候啊 他不付好他的心啊 他的祸就要上来 就像我们修学啊 静一退久啊 这个退久当中 王念老说的 静一步啊 退久步的危险就在里面 一觉得自己学得不错了 挺了不起的 那可能就退了 甚至路都走错了 都有可能 人心巍巍 我们的念头 变化很快 也要顾好 那我们 净土法门呢 不理以佛法 行事法 我们在世间 家庭有责任 事业上 事业上 都有我们的 本分呢 那要处理好这些事 我们德行要提升 智慧要提升 包含能力也要提升啊 你能力提升才 能更好去服务他人啊 我们在团体里面 可能有负责 一些执事啊 这些执事我们也要 精进啊 越做越好 甚至还能带出人来 所以俗话说的 事无巨细 不 不专 则不经 业无大小啊 不俗则不巧 俗能生巧 那可不能 我做义工 又没有领薪水 那 假如这个心态的 造成我们做事 不够认真啊 那这个功德力啊 就减损了很多了 甚至还有可能造业 你不认真做出了疲漏了 而且啊 这个义工这个字啊 这个义字不是说 有没有领薪水啊 这个太拙向 义是什么 道义啊 有领薪资的 那是单位要照顾好 他的生活 让他没有后顾之忧 他才能更好地发挥吗 道义之交吗 我们在弘法的团体 哪有什么力啊 那是一起来 弘护正法的 可不能进来 弘护正法 还在那里 搞命运利 还在那里 争从 争风吃醋 那真的就是 跟自己无量节来 稀有难否的姻缘 过不去了 都要把法用在 人际的相处当中 人家对我们无礼 我们都能包容 这个才显出度量 他无礼 你也跟他杠起来 半斤八两 功夫差不多 才杠得起来 尤其我们要领众 你看师父的后面讲到 素身我差 受安乐 要安众身 平才能安 平等对待 平等恭敬 对待人要平等 不能说 谁跟我关系比较不好 谁得罪过我 我们三归一不能白念 自归一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这是我们的初心 我们的洪护正法 让大众进来 到我们的团体里 大家都得法意 早上遇到一个义工 他说我们几个人 一起做义工 非常的愉快 很欢喜 大家 变成法眷属 我们要了解 我们团体不和合 离开的人 很可能信心上市了 他的法源就没有了 所以团体不要大 大你照顾不来 我们不是要大 散开风气 不为先 我们把团体带好 大家凝聚力就很好 我们把我们的一些 一点点经验 供养给他们 也希望他们的团体 正好 得不广 不能使人来 量不红 不能使人安 学佛首先 够宽性量 这老号上重复 好多次了 得不广 你感召不了 人来了 度量 宏大 我们度量小了 人家跟我们一起 配合工作 战战兢兢的 就怕 出的什么错 又被我们 批评老半天 吓得半死 他越紧张 越会犯错 你让他工作的时候 身心很放松 反而他的潜力 都能够使出来了 六合境 你看合 家合 万事兴 和气 生财 不只是生钱财 更重要的 生人财 你看夫妻 合合 各个孩子 身心健康 这以后都是 动量财 团体 和合 大家在 其中 成长 看到我们 领导者 做人 做事 都有他们的学处 这个是法 供养 后面也讲到 假令 在生活工作 处事 待人 接物中 好 那这里讲到 佛门的一门深入 师父比喻了 你要进一个房间 你不可能从两个门进 三个门进 你一定从一个门进去的 而且进去的目的是什么 师父后面讲 是要见信 一部经 要真通 通到哪 通到自信 一切法 都是从自信 流出来的 那假如见性 那还有哪一法 不同到呢 而 静修觉要有讲 广学 原味深入 其实一门的目的是什么 要深入 要深到见信 怎么深入 解形相应 可是你解 你要把它解得圆 要把它解得深 要解得圆 我们很幸运 我们遇到名师了 你看老和尚 他讲解一句佛经的时候 他影经据点 法华经说什么 论言经说什么 把这一句经据 解得 很广 很深 我们不会一看这个经据的 只执着在自己 某一个角度上面 那师长老人家 让我们深入 大经节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黄念导 注解 每一句经文 有可能呢 注这一句的时候 引出来的经跟论 有时候一句里面 有五种都有 是不是让我们 深入这一句经文 我们是跟着老和尚 有这样的福报姻缘 还遇到这一本 大经节 那个注解 帮我们深入 每一句经文 我们解得深 解得广 行得就彻底 你就能深入了 解帮助行 行帮助解 哇 那你每一句 都会落实的很有感悟啊 很有心得啊 甚至都会达到 举一反三的效果 而 现代的人呢 学东西呢 他还没进佛门以前 他就有他学习的习惯了 他喜欢学 知识 喜欢背很多 他把它当知识 在记了 我们常常学东西 都是硬记的 你慢慢慢慢 你不会用心的 我遇到一个同学 我在跟他讲一些经句 在开解这个道理 他说他的反应就是 这一句经句 从那里出来 因为他们那些学术训练 他们练到 他们只是 没有去领会那个经句 通通是机械是要反射 这个用在论文 要怎么写 当然呢 写论文的目的 为众开法障去写 你用心去写 不要写论文变成机械化 那是忘了初衷啊 而且会让你的学习状态 不是处于 用悟性在学 这个都要自己去观察的 修行靠个人 我真的碰过那个博士啊 他那个听我讲话 眼睛瞪好大 巴不得把我每一句话 都记起来啊 可是呢 我跟他讲了半个小时 他都是这个表情 也没有这样 都没有 你说我讲了他领悟了吗 反而是旁边有一个阿姨 都是这个表情 然后呢 还会给我回应 比方说我谈到孝道了 他一定会回来一段话 把他的感悟又回来 这很自然的一种心灵的交流啊 怎么会变成只有我讲 然后他瞪着我看 这个刚刚是聊到这个一门深入 你要引导众生啊 法没有定法 法没有定法 你得观察到现在众生的状态 他喜欢学很多啊 他一学就很杂 这个我没有洞察到啊 我请教大家有没有见过 学得很杂的人 然后很得力的 他叫金镜 没有叫杂镜 自行一处 无事不办 我自己是真的 得过一点好处啊 因为我被派的任务就是讲地址规啊 我就一部地址规 一朝半事闯江湖啊 一直讲一直讲 讲到最后 我看到一切人士都是地址规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了 都会结合到我地址规的某一句经句来 所以对地址规这些经句的 就有一些领悟了 我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年 后来老话上说 文言文很重要 大家看得出来我容易激动 老话上一说重要了 他就地址愿意承担 我就开始挑古文 古文官司里面 跟八德相应的 跟孝 陈琼表 跟T相应的 G十二郎文 跟宗相应的 初诗表 就选这些古文 我们不是为了学古文而学古文 为了学伦理道德因果 而学古文 但是因为深入这个地址规 这个地址规是依据孔子的 地址入则孝 出则涕 那请问孔子所说的教诲 有离开这七个纲领吗 那是孔子自己选出来 一个圣贤子弟要学的 这些纲领 圣人佛菩萨讲话很圆龙的 他有时候一句话 就一切法都在里面 你看佛陀讲 万法应原生 请问有哪一法 不在这一句里面 要归纳 所以西方阙子 绝明妙行菩萨 也强调 不怀疑 不间断 不夹杂 钻 力量就集中了 那当然 黄定主老师也提醒 这个你不要学着净土了 就好像 跟禅宗密宗势不两立 别那种执着净 一到佛门来 净干这种执着净的事情 那黄老师说的 他体会到一点禅 对静也有帮助 红民正章自信 净土方显违星 是吧 你看我们听六祖谈经的故事 听得有没有慷慨激扬 还是很受鼓舞吧 这个老老师讲经的时候 他都会举这些公案 来呼应他讲的内容 是吧 净土中讲信愿行 你首先要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的佛性 我来求祝佛 禅宗就是强调 其实跟净土的教育 都是相通的 不二 我们别乱 乱给他分二三句 观无量寿经讲 是心做佛吗 是心是佛 净土方显违星 所以 别人的修学情况 我们都不是很了解 不要一看相 就要批评别人 我们自己先把 一门深入的榜样做好了 人家看着我们 一直喊一门深入 一门深入 结果都没什么进步 人家都没什么信心 你看老婆上 也是很有人情味的 这个人就喜欢拜颤 老婆上 好啊好啊 拜颤好 拜净土颤 不要让他太杂了 还是让他钻一点 拜净土颤 保王三倍颤 这个真的变得好 我先好好学习 有机会 以后再跟大家一起 来探讨 下楼 也是依据 你看里面就有 唯摩结经的一段 很精辟的开始 什么是道场 你今天 要拜颤 你首先要有道场 何处是道场 执行是道场 无需假务 为什么要忏悔 要怎么忏悔 都引大臣经典给你讲清楚 很精辟的 这是讲精进 再来讲禅定 是这样开解的 我们很容易了解 心有主宰 心在哪里有主宰 一切始一切处 要有主宰 我们真的要做到有主宰 佛号 不能断 谁忙 谁闲 不理 弥陀 名号 你一忙起来 佛号 提不起来 就会容易着急 容易上火 又遇到 对方不如你意 火就容易爆出来 但你有佛号的时候 你自己的情绪有烧小 很多 不要来 不受外面境界的干扰 诱惑 市长还举例 我们到市场里面去 到超市 无论什么样的产品 都是很新奇的 你看了一看 不动心 你是有定 这个人 这个好奇心 还是很容易起来 新产品 看一下 大家想一想 现在 这个iPhone到第几代了 我们想一想 好像十几代了吧 你说他到十几代了 你用功能用多少功能 可能在 他第三代的功能 你就已经用不完了 你还去追他十几代干啥呢 这个世间都喜欢新奇 然后我们就被 这么多商品 这么多竞缘 把我们的目光都移过去了 你每天都不专注 你怎么精心 怎么禅定 现在 哪怕一个影片 他写的那个 那个影片的一句介绍话 都很厉害的 现在他们 那一句话一看 一写出来 你一看到了 不看 好痒啊 好痒 这都是练禅定的地方 这个时候要记住 老和尚 教导我们三个条件 三个条件 不然 学了五年 学了八年 正知正见都建立不起来 遇到境界 不知道怎么判断 不知道怎么处理 遇到境界 不知道提哪一句教语 我们得总结总结 怎么会学那么久 定力都不足啊 这么容易被境界转 不能拿自己的 道业啊 法生灰命 开玩笑啊 继续这样 一日过一日都被转掉了 明日复明日啊 明日何几多啊 你看2023年 二月又要过去了 今天又二十六号了 明天二十七了 明天是释迦摩尼佛 出家日啊 二月初八 佛跟这个八字很有缘 佛出生 四月八号 佛涅槃 十二月八号 八这个数字不错 吉祥的数字 明天释迦摩尼佛出家日啊 什么叫出家 发菩提心 四名真出家 从前种种 譬如昨日时 从后种种 譬如今日生 我这个 效法释迦摩尼佛 真出家 菩提心不能退了 六度啊 要落实了 精进 勇猛精进 度一切众生 出生死海 然后修禅定 所以师长指导得很好 人家给你介绍其他的法门 你还是念阿弥陀佛 不能看到一个禅师就去坐禅 看到一个密宗丧师就去念念座 都随机的 都随机转 不会被外境所动摇 做得了主的禅定 而且这里指导的很重要啊 乃至于 我们日常生活 我们有自己的规律 不会为环境所转变 生活不能乱啊 李秉兰老师 指导 写书法 写书法跟往生有关系的 为什么 写书法用这颗心 能不能往生 也是用这颗心的 我们和学院的同学 他们也挺有福报的 张清泉老师指导他们的书法 张老师很年轻就跟着李秉兰老 一笔不苟 一心不乱 写书法跟往生有关 你在临终的时候不乱 什么时候练啊 写毛笔的时候练 走路的时候练 跟人说话的时候练 你不能做这些事的时候 心都是慌的 然后要求临终的时候 很安定 那不可能啊 所以欧阳修先生曾经问一位 应该都算得到的高生了 以前的人 好像修行成就的很多 现在的人为什么比不上呢 这个禅师告诉他 这个禅师告诉他 以前的人 我刚好有发上去 这个挺有味道 跟大家过一下 学书法的意义 与目标啊 言为心生 字如心画 言语就是自己的心生 字就是自己的心 画出来了 一切法从心想生 所以今天像我们讲课的人 我们讲出来的言语也是我们的心啊 所以要把课讲好 不是去练口才啊 那是跑到枝末上面去啦 课要讲好 要把心练好啊 要实时 有成就人的心 供养人的心 要有平静的心 不然一讲课起来 哇像骂人一样啊 或者平常就喜欢批评别人啊 哇啪啪啪 一下子 那个讲课的气氛 低气啊 了解自心 不与他比啊 这不是写书法的时候是这样啊 你看这几句多有味道啊 我们在做任何事情 力士练心是了解自己 不是看别人做得很好 生嫉妒心啦 或者生 这个这个 沮丧的心啦 哎呀人家做那么好 我好差啊 不与他比 借这个事情更了解自己 更突破自己 自心一出 无事不办 一笔不苟 一心不乱 念完这一段 横批 无有一法 不是佛法 你写书法 是佛法 你洗碗 是不是佛法 我前几天 挖地瓜 挖地瓜 是不是佛法 你一急躁了 你那锄头一插下去 就把地瓜切成两半 你不能急躁的 那地瓜就被你给挖断了 或者被你给挖破掉了 我就是看到那个小朋友去挖 就把地瓜 切成两半了 我说 你们留一点给我挖 挖地 他们给我留了一块 每天小朋友就跑来 法师啊 要不要挖 他们很奇怪 期待看我挖 说实在 我也挺有一点紧张的 得目所思 得手所指 那么多眼睛看着我 这个时候我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不能紧张 不能紧张 不能紧 挖挖挖挖 挖挖 是昨天还是前天挖 挖了一条 这么长 那么细啊 你一不小心就把它折断了 我就慢慢挖 挖到这 手都有了上 这代表什么 代表啊 平常不劳动 突然劳动一次 这个呢 拿东西啊 拿得太紧张了 把皮都给戳破了 就告诉自己啊 多劳动 一日不重 一日不重 一日不死 因为这个伤口也在给自己说法 无有一法 不是合法 最大的 是我挖出来 最细的 也是我挖出来 突然感觉到 这些孩子 看我的眼神 不一样 带了几分 崇拜的眼神 所以你看 这生活的细节啊 你都要带着孩子去学做人做事啊 不然你在哪里教他 只知道 赶快背书 赶快背书 那么多材料你都没有拿来用啊 你这么去教啊 铁定把孩子教得 苦闷得不得了 你没教他生活啊 你给他点生活乐趣啊 寓教于乐啊 好 我好像讲太长了 时间到了啊 这个禅定啊 好像师长开解的意境 我们还没有探讨 后撑 我们下一次再来探讨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